老板您好 您好 这年份都好 这多少钱啊 那个4.5万块 微贵 这几个你摆这都是佣正的差不多 对 这便宜吧 这便宜 这个下次 这多少钱 8万 9万 就切了 草笼 非常开门啊 这个呢 这个 1200 这火热有点小火 4月很 这最低还能便宜吗 便宜了 便宜不了多少 那不考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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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您 500吧 800有点太贵了 600吧 吉利 600 我想这个这1200也太贵了 这300吧 这300吧 能最低这两个要是都要的话 最低是多少 就给你最低价 给1000吧 我这 真的 我这仅给你比我1000 我靠 我想说1000 你给我比一比我 行能倒 这两个给1000 900我觉得差不多了 一千块钱 我看看啊 这不值钱吗 一千块钱搭我一这个 能行就行 不能行我就再转转了 还得搭个搭一件 我本来想九百 搭一件我再看看你别的 这都是民国的 这样吧 你我也不一千 你也别一千了 一千一吧 就一千吧 一千一吧 一千我再看看别的 一心一腾好吧 一千我再看看别的 一千一 对你说一千了 我再看别的 那还搭个一件 一千吧 行吧 好吧好吧 好 感谢老板 来给你握握手 左手握不礼貌 没事就是他 再看看别的啊 朋友们 咱们回到北京 到库房了 然后看一看 这次收的这三个东西啊 这就不用说了 就是一个 民国时期的小勺 当然是全品 回头就是直播间抽奖 给老铁赠送吧 这也没什么说到 这两个一千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的 这个呢 它是有残 如果没残的话 应该在两千大级 雍正时期的啊 一个青花 草龙纹 这么一个青花盘 龙纹的啊 路份很高 而且它的紧皮亮有 看 一百瓦的灯底下 呈现出非常亮的柚子 外边还有文士 这个实际上拍完视频就已经评出给老铁了 这应该是合六百 这应该是合四百 有人说 哎 这小瓶怎么那么贵 我们来看看啊 乾隆时期啊 问题不大 歌幼 小瓶 就是修口了 这个如果全品的话啊 在交流会上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 人家报价就是两千五 你看看 也得一千大几 所以这个呢 相当于合四百块钱 非常便宜 有人说这么一个小瓶 也不能插花啊 也不能放东西 干什么用的呢 大伟认为啊 就是在古代啊 咬厂也会推销自己的产品 对吧 然后这个呢 有可能是一个小样 拿着小样 说白了就是弃型 来向各个的这个呃 客户去推荐 哎 你看我们有这样的弃型 这是割幼的烧出来多大尺寸一比划 但是这种型啊 游走在全国 方便携带 太大了 没法带啊 这包包包 然后放在这个包里他就行了 袋子里 所以非常漂亮的一个乾隆割幼 也能当水源用啊 特别雅致 反正干什么都行 实在不行 插个短花也行 古为金用方为良物 这花太长了 剪一下就OK了 行 这就是今天大尾的这个收获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谢关注大尾 咱们以词会有天长地久 下个视频更精彩 点赞 转发评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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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